已经为槟城海底隧道案背负两项罪名的前槟州首长林冠英 那今天如早前预告那样再被加控两项罪名 他今天在槟城北海地亭面控的时候 被指在担任槟州首长期间不正当挪用槟城两块地段 并将这两块地段分给了跟海底隧道案有关的两个发展商 那这项举动抵触不诚实挪用财务或实行罪 一旦罪成将被判坐牢不少过六个月或者不超过五年 以及编刑跟罚款 尽管如此林冠英面对这两项新提控的时候呢 都否认有罪 今天一早 边城北海地亭出现大约50名首拿声援林冠英横幅和海报的支持者 为林冠英出庭面孔打气 由于现场聚集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警方出动扬声器提醒大家要保持人身距离 接近11点 林冠英在父亲林吉祥 妻子周玉清以及一众行动党议员的陪同下 抵达北海地亭 面对两项新控状 林冠英同样不认罪 而他离开法庭后前往服务中心召开记者会 声称自己不是招标委员会成员 却依然被提控 这显然是一项政治报复 林冠英也指控反贪会对他的提控有很多矛盾点 他重生尽管他曾经五度到反贪会录供 但没有一个问题是有关当局在他的银行户口或个人身上发现相关报酬或汇款 如果是有贪污的话 贪污的款项在哪里 钱在哪里 我的户口没有这笔款项 也没有发现到现金在我的身上 如果是没有这些利益 怎样能够成为是他 林冠英强调 他被架控的两项新罪名毫无根据 被提控的时间 刚好是沙巴周选提名日的前一天 因此他质疑 这一切则是为了要影响行动党在沙巴周选的选情 今天其实是反贪会针对林冠英在槟城海底隧道案的最后一次提控 那主控官旺杀哈鲁丁在法庭外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形容 之前两次的提控是整个案件的头跟身体 今天的控状是尾巴 那是所有控状的根源 他还信心满满地说 反贪会有99%的胜算机会 另外的1%是上仓的旨意 他表示反贪会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只会提控有把握的案件 因此他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